5月12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举行同心抗议不裁员发布会。 于4000间在港中资企业,近200间港资企业,积极响应大联盟发起的联署,承诺疫情期间不裁员与员工同桌共计,共度时间。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施荣怀表示,社会风波以及疫情对香港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2020年首季度GDP,按年时期跌8.9%,是197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诸多行业生意惨淡。 香港的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在1月至3月期间急升至4.2%,创9年来的新高。 施荣怀指出,面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香港再出发大联盟部分工商界发起人自愿承诺疫情期间不裁员。 他宣读了童星康义部裁员联署声明。 面对当前严峻的局面,我们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疫情期间不裁员,与本企业员工团结一致,共度时间。 我们坚信,只要企业与员工同心协力坚定前行,共谋发展,就一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成风破浪再向前。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部分工商界发起人2020年5月12日。 华人区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玉宁说,作为香港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驻港中资企业始终秉持扎根香港,服务香港的宗旨。 与4000间中资企业郑重承诺,愿与香港市民共度时间。 我们承诺,不因暂时的困难而裁撤员工岗位,而会更加坚定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爱员工与员工齐心协力,共度时间。 赵商区集团、新华集团和中国旅游集团等约50间企业代表出席了当天的发布会。 并签署了同新抗议部裁员联署声明。